这个仪表板 首先我先还原 我觉得说我们这个产品 既然已经画好了 那就先画 可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当我们今天要去报告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你一定会报告说 2021年进口金额很高 比前期前一年都高很多 对不对 接下来那你应该就要报告说 是哪一个国家地区 对不对 特别高 所以在这里 我们的下一张图呢 我就应该要画的是 圆形图 好 我要在这个地方画一个圆形图 就是国家地区的那个 进口金额统计 而且最适合的就是圆形图 所以点选在空白地方点一下 这是一空白地方点一下 二圆形图 三 我要画的是什么 各国家地区 各国家地区 对不对 的 进口金额值 所以 从这张图 它是最棒的地方 就是 可以让我们 直接看到 主要 主要的什么 主要的 就是 进口 国家地区 对不对 好 最多的是亚洲 再过来是中国大陆 再过来是日本 好 依此类推 可以吗 好 所以这张圆形图 应该没有问题 就是几个动作 我们就可以画出来了 然后就可以快速的了解 这个 圆形图 所代表的意思 请各位动手来去做 而且呢 我们要 准备下课 45分前进教室 请各位动手来发 欢迎订阅